接着带来关系的是在高雄大辽区的一栋透天簇传出了火警 由于火场堆放了大量的杂物 所以在二楼的十五岁少女疑似是被浓烟呛婚无法逃出 而警销人员将她救出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目击的邻居表示这火场一楼曾经传出爆炸声响 疑似是电线走火 至于汉孙女相依为命的阿嬷目睹惨剧当场痛哭是神 在火场中被抢救出来的十五岁少女 全身上下都被熏黑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消防队员在送医的途中还不断做着CPR 只可惜到院之后还是回天罚术 从回到火场阿嬷列流不止 一家人外出工作只留下放寒家的十五岁外孙女在家 却没想到偷天错的一楼突然窜出大火 让当时正在睡觉的少女根本来不及逃生 他走一轮轮轮轮就好 他正要走越下来越下来会流有点清晨的东西 然后攻上去之后在二楼 二楼后面那间房间找到这个防信的受困的民众 一楼堆放的杂物还有外墙全被大火熏黑 里头更是被烧得面目全非 根据附近的民众表示 当时有听到爆炸声之后就立即窜出火苗 怀疑是电线走火 而火警监视人员也到现场勘察 要厘清这起火警发生的确切原因